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在山东某地的一幕 视频中的老人 一个人靠着墙抹泪的模样 让人看后心酸不已 评论区不少网友纷纷留言 我想到了妈妈 我远嫁了 妹妹也要嫁人了 以后妈妈要怎么办呀 我妈生了四个孩子 三个女儿 两个远嫁 我已经四年没有回家了 我也是嫁了的女儿 最恨过年 远嫁的我泪目了 无论怎样 我每年都要回去看看 每个远嫁的女儿 都像是丢了父母的孩子 选择远嫁 意味着 回娘家的路 将成为最远的路 更意味着 他们无法常常守在父母身边 甚至和父母一年 都见不上几次面 他们这一生 可能谁也不欠 唯独亏欠父母太多 这种心酸和愧疚 只有远嫁的人 才懂 网上有个问题 那些为了爱情 远嫁的姑娘 现在怎么样啊 其中有个回答 很扎心 在父母重病时 毫不知情 事后只能默默流泪 可能每个人手里 都有一个盆吧 只能装一定量的东西 人生就是有所取舍 虽然不愿意承认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 我们确实放弃了 守在父母身边 尽孝的机会 对父母的亏欠 成为了选择远嫁的女人 逃不过的一点 不是他们没有孝心 不想孝顺 而是心有余 力不足 或是距离的原因 或是工作 家庭 孩子等各方面的牵绊 回家的计划 总是一再被打乱 不断在推迟 于是只能通过手机 了解远在老家 父母的近况 通过微信 得知父母的日常 父母摔倒了 我们无法及时去搀扶 父母生病了 我们连倒一杯水 都做不到 父母被欺负了 我们也只能在电话一头 堪着急 在父母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却远在他乡 不能出现在他们身边 这 就是远嫁 最无力的地方 曾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 爸爸前一阵心脏病 突然倒地不起 妈妈一个人扛了好几天 怕女儿担心 瞒着不告诉她 这期间 妈妈打了好几次视频电话 她很不耐烦 觉得太频繁了 后来 才知道 是她爸爸躺在病床之上 怕自己一口气缓不过来 就这么走了 想在走之前 最后看一眼她的宝贝女儿 诚然 生活总是充满着无奈与抉择 所谓的常回家看看 通常都败给了现实 败给了琐碎与庸 所谓的来日方长 也都败给了时间 败给了等待与下一次 但还是希望在忙碌的间隙 可以打个电话 或是回家看看 毕竟等在那里的 是那个不求回报的 爱你 一直默默惦念 和牵挂你的人 看过一个感人的新闻 河北廊坊 有一个远嫁的女子 查出来了重病 需要住院治疗 但是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 她却怎么也拿不出来 八十岁的老父亲 得知消息之后 取出了所有的积蓄 没给自己留一点养老钱 从千里之外 连夜坐车赶到医院 重病的女儿 不顾自己还在打吊瓶 穿着病号服走了出来 看着疲惫的父亲 女儿的眼眶瞬间红了 拉着父亲的手腕 这么老远赶来 累了吧 父亲轻拍着他的肩膀说 不累 坐车过来的 竟躺着了 吃喝千万不要牵挂 听到父亲的安慰 女儿的内心充满了愧疚 强忍着泪水说 我都这么大的人了 到头来还花您的钱 父亲装作平静地回答 钱都是小事 能买命就行 新闻底下有这样的一条留言 满寒热泪看了好几遍 这就是我们的父母 父母是竭尽全力给了你全部 还生怕不够的人 是不图你任何回报 不计较任何付出的人 无论你走了多远 飞得多高 父母始终惦记着你 牵挂着你 不管你年龄多大 在父母的心中 你永远是他们需要 呵护和照顾的孩子 即使父母老了 地板不再有力了 但只要你需要 他们仍然会拼尽全力地 去付出和努力 很喜欢一句话 长大后才知道 能遮风挡雨的 不只是房子 还有父母 对子女来说 父母永远都是 最大的依靠 和坚实的后端 无论何时何地 父母都在你的身后 默默托举着你 用自己笨拙的方式 偷偷爱着你 谈到远嫁 大多数父母的第一反应 就是不同意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 他们担心你远嫁他乡 受了欺负 没有娘家人撑腰 残了委屈 也没有地方可以诉说 但是如果 未来的伴侣和婆家 真心实意对你好 照顾你的情绪和感受 即使内心 有一万个舍不得 他们还是会选择 妥协 尊重你的选择 忍着一生 遇到真心相爱的人不容易 我们要懂得珍惜 为了爱情 我们当然可以选择远嫁 前提是 她是对的人 所以 在决定远嫁之前 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 一 你对她 是否足够了解 她的脾气 秉性如何 是温和 还是急躁 她是否有自己的主见 还是容易被别人左右 她的人品最低处在哪里 与你发生矛盾 会迁就和包容你吗 了解清楚了这些 你才能确定 她是不是值得你牵手一生 为爱远走她乡的人 第二 你对她的家庭 是否足够了解 她的父母容易相处吗 婚后 你们单独住 还是和父母住在同一屋檐下呢 她的家庭氛围是怎样的 和和气气 有商有量 还是经常伴嘴 动不动就吵架 这些都是影响婚姻的不稳定因素 因为婚姻不是嫁给一个人 而是嫁给一个家庭 第三 你是否能适应孤独 远嫁他乡 离开熟悉的环境和认识的人 内心难免会感到落寞 即使伴侣对你很好 但他也不能常伴你左右 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你一个人 去消解这种孤独 第四 你是否有赚钱的能力 手心朝上向人要钱的日子 并不好过 保持赚钱的能力 是一种底气 一种无论离开谁 无论和谁在一起 都能过得很好的底气 以上的这四个问题 只是一些建议 让你在做决定的时候 更加深思熟虑 如果说远嫁是一场豪赌 那么我希望 所有为爱远走他乡的人 都能赌赢 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 这世间美丽的风景很多 但走到最后是去繁华 最舒适的还是回家的路 所以啊 在经营好小家的同时 也别忘了 最爱你的父母 他们一直在原地 时刻 等着你回家 现在大环境放开了 回家上了许多限制 趁着春节假期 带着小孩 一起回家看看吧 陪他们唠唠嗑 溜溜弯 草草亲戚 父母年纪大了 我们能陪伴他们的次数 真的少之又少 余生不长 不要让等待成为遗憾 不要让自己 留下亏欠 我是林溪安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愿所有的父母 都被生活所善待 愿新的一年 我们都能收获幸福 与爱的人一起 不负岁月 不负遇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